除此之外,县议员谢国荣针对了日出香榭大道改善计划 推动旧市区繁荣以及环保公园活化再利用 提出了多项的质询 花园县议会定期大会宪政总质询 县议员谢国荣则是针对日出香榭大道改善计划 花园旧市区整体规划推动繁荣经济 以及环保公园再造增加地方特色提出建言 本席执行的这个部分 日出香榭大道也要感谢所有的议员 对日出香榭大道的重视 本席这次的提案 跟秘书长在研究说 跟处长在研究说 容积力的部分跟拉皮的部分是 让我们整个 包括旧市区金山脚这个部分 能不能繁荣起来 毕竟是旧市区 有些建物都比较老旧了 希望说这个部分希望说我们花园县政府 拿出办法拉皮的部分包括容积的部分 是不是能提高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环保公园这个部分 包括向日广场 整体的规划 包括林务局如何取得土地 解编包括规划里面是不是我们花园县最宝贵的一块地 是不是能把它取得到我们花园县政府来 让花园县政府用VOT的方式 让我们花园县政府有柴眼的收入 这是我这次执行的重点 谢观众表示相信大道有许多店家需要新政府进行长远的规划来活化地方观光 希望与花园最好的院级目标共同来努力 记得喜欢欢迎欢迎欢迎回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